咖喱机进入大马特制咖喱酱 夹起铺在白饭上 搭配马铃薯 华野菜 还有水煮蛋 连锁马来西亚餐厅 转型卖起百元便当 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吃重口味的 那这市面上有马来西亚风味的便当 比较少见 那这个味道我觉得有点辣 那对于喜欢一点味觉上的吃鸡感 是很不错的体验 主打大马风味便当 和市场做出区隔 锁定金融园区上班族 目前现在推出到现在 差不多三月底到现在销售两千五百个 那我们其实每天在中午 都有限定一天是四十个 然后因为这边的上班族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其实在一个小时内 差不多四十分钟内 我们都可以销售完毕 靠卖便当从野鸡 就连曾入选必比登美食的台菜餐厅 也加入卖便当行列 推出多款餐壳 像是这一款玉香淡奶酥便当 限量一百个半个小时卖光 还蛮方便啊 因为就是在附近上班 所以如果来买的话 就是水取水就可以拿 所以说还不错 受益情冲击 房东也降租 中信金融园区 降租幅度百分之八起跳 合计减租额度超过一千万元 二十八家商家受贿 尤其大型业会馆 更是降租高达百分之八十六 等于假设月租金二十万元 业者仅需负担两万八千元 房东否刑降低业者租金压力 园区餐厅也拼转型自救 其力度过难关 当你喜欢的少部 大厅台北报道